驚险的一幕发生在大陆河南 腰山大峡谷 好几艘橡皮艇塞在一处狭窄河道上 动弹不得 后面的橡皮艇继续挤上来 又被激流冲击当场翻覆 几名游客就这么被冲到船艇下方 还有人手脚快 赶快跳到另一艘艇上 前面有一些游客在那里 后面也没看到到这里面有 那个附近应该是警察的 没有警察到那里 工作人员说得轻描淡写 但有落水游客发文指控 说被压在橡皮艇下 差点溺斃 根本没有人来救他 也有游客发照片 指控警区只顾赚钱 现场超过一万一千名游客 人挤人 连橡皮艇都要用抢的 难怪会出事 根据大陆媒体调查 这个警区涉及相关案件 已经多达二十五起 但这显然影响不了他们 关闭整顿两三天后又开放了 同样是大水湯及 更壮观的场面 在黄河湖口瀑布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今年因为上游水量丰沛 洪风过境之下 出现久违的万马奔腾景象 为了确保游客安全 警区已经启动防训应急预案 TV星人张志明 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